64歲想要怎麼過生活 要知道你的壽命會很長 這是基本的 那壽命很長 你在花用方面 你要保持生活的品質 健康 心理 身心靈要平衡 50歲到70歲 普遍被視為壯世代 雖然過了職場衝刺期 但還有生產力 這時候的理財觀念 也和年輕時不太一樣 除息累積一些我就把它轉定存 那稍微了解一下 看各銀行之間有沒有 那個利率比較高的 再來保險是一定要買的 保險是應付意外狀況 那我也有投資一點 很保守型的那種股票 到了一定年紀 要懂得把自己照顧好 真正退休後 如果不是有被動收入 那就得靠老本過日子 高電化社會到來 平均壽命延長 活到老要吃到老 退休後的收入 可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開銷嗎 而且還不只十一住行 還要把醫療費用 長照費用給加進來 錢會不會不夠用 高齡者的財產配置 財務規劃很重要 國內的民眾很多人退休之後 都在考慮什麼 把自己的財產 怎麼樣可以順利移轉 給我們的第二代 但是可能忽略掉 我們剛提到的一個 醫護保障跟安陽退休的問題 所以讓自己退休生活品質變得很差 要把自己的醫護保障 一定要先把它補足 那之後呢 當然接下來就考慮到什麼 結好了一個退休品質 就不要說可能省事減用 弄到最後就變成自己全身 又身體心理就出問題 都參與一些社會的活動 或是一些不同的社會族群的一些生活 那第三個才去考慮說 好那我如果有生你的財產 我生你的資產 我怎麼樣用什麼方式 可以很平順的移轉到 給我們的第三代第二代 六十歲以上的族群如何做財產配置 專家提出幾個大方向 有些人可能買不動產 買一些可能比較不容易 處分掉的一些財產 萬一如果你真的急需要 比如說因為我們醫療的關係 急需要比錢的時候 你這些財產注意不掉 這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以我的想法 如果是六十歲的人的話 那當然什麼 我可能百分之六十的財產 百分之六十的資產 應該要放在所謂 以比較保守性的 是穩健性的一個資產 投資配置上面 那如果是七十歲的話 我就百分之七十 如果八十歲就百分之八十 那剩下的百分之四十 三十四十五十做什麼呢 就是配置在剛好提到的 流動性的資產 跟收益性的 高齡者如果對理財沒概念 現在也出現新興行業 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 以金融從業人員 高齡服務專業人員 長照服務人員為主要培訓對象 三年來約八千人受訓 三千四百五十五人 取得認證資格 可以從這個對高齡者 他的家庭狀況 身體心理 還有他的財務狀況 去整體了解之後 然後可以為他規劃 一個比較完整的 一個財務的一個 一個需求 可能包含這個 他的資產安全管理 財產的配置 還有生活的給付 還有這個 甚至他的費務的規劃 或財務的傳承 所以他是一個整體的 一個完整的規劃 跟以往金融業的服務 是比較著重在這個賣金融商品 或者存款放款 這種傳統的業務比較不一樣 幫客戶檢視退休後的金流 控管長壽及通膨風險 高齡金融規劃 不是幫客戶做短期規劃 而是涵蓋接下來的生命歷程 高齡者他可能面臨很多一些 生活上的風險跟問題 對風險的失能不足 所以他可能比較容易有被詐騙 或者是說他可能被照顧的人或家人 財產挪用 侵占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情形就可以透過這種 信託的架構來幫他規劃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高齡者就普遍 容易失能或失智 他的財產交付信託之後 然後幫他做生活的給付 醫療費用的給付 賺款賺用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如果可能有一些 他放心不下的人 他想財產要留下來照顧 他想要的人 或者希望未來家人或小孩 不要為了他的財產去增產 產生家庭的糾紛 那就可以透過這種事前的規劃 對理財比較沒有概念的高齡者而言 有專業幫手協助 更能滿足長輩需求 TVBS新聞羅氏鵬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